你知道雲林谷坑有着一处充满神话传奇的剑湖吗? 还可以环绕湖岸一周 仔细欣赏湖光美景喔! 还有如果想要品尝香醇浓郁又好喝的咖啡 就要来一趟雲林的谷坑香 今天沙子在旅行就要带大家前往雲林谷坑 来个跨国风情之旅 首先会带大家来到仿佛欧洲般的玫瑰花园 欣赏各式各样不同品种的玫瑰花 接着带大家前往充满热情的东南亚 来一趟泰式风情之旅 欣赏泰国四面佛以及体验泰式建筑装饰特色 接着还要来到酒的博物馆 参观世界各国酒品以及酒的文化历史 最后再前往绿色隧道蜜蜂故事馆 准备好了吗? 那么我们就出发咯 好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到云林谷坑一日游的第一站 剑湖 那关于剑湖的这个传说故事啊 有非常多的版本 那其中只一呢最有名的就是 据说啊这个是玄天上帝的这个宝剑 当玄天上帝出游的时候不小心把这个宝剑呢 掉到这个湖里面去了 所以呢就叫做剑湖 那剑湖的旁边呢有一间这个玄光寺 那整个风景呢算是非常的不错 那接下来呢就由我来带大家 我们就一起过去走走吧 Go 剑湖又叫做侏罗湖 静水湖 就在云林谷坑永光村 剑湖山顶的一个天然湖泊 湖泊旁就是磁光寺 好剑湖这边的风景哦 算是非常的幽静 早上呢空气好的时候呢 来这个玄湖步道啊走一圈啊 算是非常的惬意哦 此湖的名称传说是 玄天上帝出游时 不小心把他的宝剑遗落在湖底了 另外一个版本则是 正成功将剑插入地底求水 剑湖里还有一种特有种的 五尾田螺 剑湖的名称由来 真的是充满神话传奇啊 接下来我们来到安谷坑咖啡 我们进来喝杯咖啡 再出发前往玫瑰庄园 欣赏漂亮的玫瑰哦 安谷坑咖啡是谷坑 永光一处提供游客私喝咖啡 并且贩卖各类咖啡产品的销售处 也算是来谷坑旅游必经的一个中继站 顺便买一买咖啡伴手礼 也是不错的选择哦 咖啡天 每天咖啡天 每天咖啡天 还好喝的 好接下来这一站我们来到玫瑰庄园 我们进去欣赏漂亮的玫瑰花盛开吧 出发了 来到玫瑰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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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進來裡面 感覺好像真正進到這個熱帶森林裡面了 好我們往前走 羅莎玫瑰莊園就位於安谷坑咖啡 再往前約兩百公尺 是一處提供入場欣賞玫瑰花的好地方 玫瑰莊園內有非常多不同品種的玫瑰花 顏色與香氣都不同 現在正值玫瑰花盛開的季節 喜歡玫瑰花的朋友們 可以前往欣賞 各位我現在來到桂林印象會館 這家泰式餐廳有濃濃的這個泰式風格的建築啊 走現在就帶大家進去囉 桂林印象會館是以泰國風情為主題的咖啡餐廳 裡面的許多泰國藝術作品 佛像以及景觀布置都是從泰國進口的 一進入園區 一進入園區立刻感受到被雨林環繞的南洋風庭園 在入口處還可以看見精緻的神像 彷彷彿來到泰國清邁寺廟的氣氛 園區內的大象是採用1比1真實比例模型打造 用心的園區主人還放置了泰國嘟嘟車 白象搭配金色的神像 以及紅色高角屋兩亭的點綴 還有瀑布吊橋通往另一端的南洋高角屋 登上步道頂端還可以飽覽整個園區濃厚的泰國風情 中文字幕提供 裡面有一個瀑布耶 哇!這裡還有一個小吊橋 上面好多野薑花喔 四面佛參拜的規則 首先你必須要把雙手洗乾淨 而且要從正面做第一面喔 然後要順時針每一面都要參拜 不可以逆時針也不可以只拜一面喔 沿著步道往上走 抵達今年十月剛落成的泰國四面佛 金碧輝煌的四面佛 我們也入境隨俗的參拜 後方還有紀念品區 我們也進去購買了一些泰國進口的紀念品 說不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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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費 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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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禄壽 九博物館 進去參觀 未成年请勿喝酒 哇这里面有陈列很多的这些古文物哦 甚至你看还有这个百年的相机耶 哇还有这个传统的好古早的这个相机哦 哇里面这里有好多好多的这个酒旺诶 哇好多酒旺整个排起来还蛮壮观的哦 滑酒泉游戏区 台湾泉浮入授泉还有树治泉 这个应该是只有喝酒的人才会知道怎么玩 这台轿车是这个福禄寿酒厂的创办人的车子 哇各位你看里面有储藏好多的酒哦 这就是储酒室 里面好多好多的那个酒旺哦 世界最长的洋酒 哇第一次看到这么长的这个酒 这个福禄寿酒厂的可看性蛮高的里面还有一些文物馆啊 还有各式各样世界各种不同的酒类的展示 还蛮好看的 谷坑绿色隧道 假日的时候会有假日市集 好我们现在过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好吃好买的 出发咯 雲尼谷坑绿色隧道公园 每到假日市集总是人潮众多 还能带着小孩在草地野餐玩游戏 有贩卖许多特色农产品 也有咖啡小摊位 走到最后还可以顺便参观蜜蜂故事馆 屋顶上有巨大的蜜蜂和室内高挂的巨大蜂窝 館内则有贩卖蜂蜜产品 非常适合假日亲自来走走